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weekend 最后一天 大家不知道出去玩还是一直在看楼呢 这次和大家介绍的楼盘就是richmond 一个新刚落成的一个水泥公寓 名叫Forella by Polygon 其实在两年前左右已经和大家有介绍楼花 两三个星期前就刚入伙 我一位客人想放售这间屋 就是一间三房的一个南向东的一个corner unit的单位 我们对着这个是正南的view 是无遮挡 原因是下面就是置地广场 这一边自然是非常之方便 吃饭、购物、买菜都应有尽有 除了下面有置地广场之外 走过去那边就是Alberdine 香港仔中心也是很多东西 附近的配套也是很完善的 包括Skytrain Station 如果是现在这一刻为止 Alberdine Skytrain Station最近 但有走路我估计大约五分钟左右 五至十分钟之内 遲些我们这区也会有一个新的Skytrain Station 就是Capson Skytrain Station 之前也和大家介绍过 在大约2023年的3月左右 就会有一个新的Skytrain Station 就更加近了 这个区是叫West Canby区 而这一区是有很多新的发展 或者是有名的发展商 好像Polygon 都选择在这里建立一个大型的项目 今次就是我们介绍的Forella 那现在我们就去里面看看 顺便量一下冷气 好了,最近因为夏日炎炎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大约七八月左右 都可能会有Heat Wave 那我们进来 我和导演都非常之舒服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有这个中央的冷气机 这个冷气机 还有一种比较哲能的系统 那说一说这个单位的一些资料 首先是一个三房两次的单位 刚才提及过 向南和向东是一个Corner Unit的单位 其实在Forella这一栋楼里 向南的单位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是只有一些大单位 而且是Corner Unit 这个单位室内面积是有1157尺 非常之阔 而我们进来看到最大一个feature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之阔的 发厅和客厅 就是combine 难题出现了 进入到一间这么大的屋 但是没有傢俱 你不是很难想象这些傢俱怎么放呢 我帮你想像一下 电视就放在这里 接着 究竟沙发又怎么放呢 就自然就是这样放在这里 而这个位置最好就是做一个dining room 即是饭厅的位置 我自己就会放一个四人至六人的一个圆餐桌 在这里 而上面就已经做了rub in 可以放灯的了 那我就会放一个漂亮的吊灯在这里 不知道现在你又想不想像得到呢 来到厨房的空间位置了 我们这个厨房feature 是一个linear的厨房 我们这个厅也是非常之阔的 那你都很想 一边煮一下饭 甚至洗碗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一个向蓝 也都可以一边看电视 或者可能一边就做家务等等 那这个厨房最大的feature 就是它大部分的电器 appliances 都是用名牌mili的 包括是这个30寸的五炉头mili 名火煮食 那上面就是一个抽出色设计的mila hood fan 就是抄油烟机在这里 那我们看到一个bansplash的纹都非常之漂亮 抄油就是一块一块去砌下去 就不是一块过的 那煮饭的时候就注意一点点 就是多些勤多些去抹 那下面我们整个的countertop 都是用quartz的countertop来的 那这颗色是一种灰的颜色 那所以比较脏一些 那下面呢 就会有大的焗炉 也是用mila 那我给大家打开一下厨�柜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cabinet呢 屋主就选了浅色白色的 那会显得比较光亮一点的一家屋 那家屋本身已经很光亮了 再加上一些白色的厨�柜 我觉得更加光亮更加大 那里面也有很深的空间可以放东西的 这里呢 我相信都是放一些锅啊 大的一些主食工具 下面呢 可以放一些碗碟碟等等 它用的牌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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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Liber 那之前跟大家介绍了 Liber 那是一个德国的牌子 一道相当之好的牌子 我喜欢这个冰箱呢 就是觉得它够深 还有够多东西 而另一样东西呢 都喜欢呢 就是它的冰箱呢 是有两格的啦 之前跟大家有介绍过啦 两个冰箱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分开 一边生一边熟 譬如这里就可以用来放甜品啦 而下面呢 就可以用来放一些冰鲜的肉类 分开就不怕生熟 两边混合了 这个的disk rusher呢 就是都是Mille的 它是有三层的 那我喜欢这种的 就是可以平排放些刀餐餐的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型的芯盘的 那业主是选了这个大的芯盘 instead of 2个的双洗碗盘 下面呢 就会有一些收纳的位置 包括是垃圾分类啦 都给你了 一边扔垃圾 一边就是放回收的东西啦 旁边都可以放一些洗碗的洗洁精等等啦 旁边这里就可以放一些碗啦 有很多的 varranty在这里 varranty书在这里 顺带一提啦 如果是买楼的时候呢 记得呢 就要和屋主拿足够的varranty 新屋的话有varranty 旧屋的话那些applicers 都会有可能有varranty 或者是会有说明书的 记得提起来拿回 当然又有很多其他的柜桶啦 我不打开了 这个是一个speed oven來的 不是bicrowave來的 都是用mille 是upgrade的item 所以呢 比较健康一点 还可以有一个steam的功能 现在和大家看一下房间先啦 第一间自然就是看主人房啦 而这个主人房非常之大 就这样目测都知道呢 是可以放到king size床的 今次厉害啦 我准备了这个看扭神器 是我老婆送给我的 这个呢 就是传说中的laser 的measurement tape啦 所以立刻可能和大家计一计 是有11尺4的 非常之阔 11尺4乘以9尺7 那你说 这里放不放到king size床呢 我没骗你吧 如果你是想放一张queen size床 也觉得够的话 旁边可以放到一个柜也好 你放一张大的梳装桌也好 或者放一个书桌也好 也可以的 现在和大家呢 就是看看我们主人房里面的walking closet啦 平时呢 我们看walking closet 很多时候都是要个摄影师帮我揪位 这次不用了 为什么呢 进来就知道 因为这个walking closet 是非常之大的 我有见过呢 其他的业主呢 有一些那么大的walking closet 他就放了一个书桌 在这里 就做书房的 那当然啊 这间屋呢 就不用了 1100多尺 三房的话 有足够的房子 给你做一个书房 但是这样说呢 如果是其他的屋呢 基本上 可能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钉 和钉的size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呢 这间屋是没有说三房加钉的 我们说三房而已 下来呢 下来呢 和大家也都看一看啦 旁边这边 都有一个corsair 所以呢 男主人可能是用这一边 甚至可能用半边 那那个walking closet 就被女主人用啦 那接下来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的master bathroom 就是我们的主人房的浴室 和一个套廁 三房空间自然要有一个 双洗手盘的master en suite 才可以配得起啦 那这个呢 双洗手盘中间 也是很多的空间位置 放东西的 两边呢 就是男主人女主人 早上起床 就不需要担心 爭着要哪一个拆牙先 那中间这个位置呢 也都会有一个medicine cabinet 那他就不是说非常之深 但是都可以放到的东西的 下面呢 有六个drawer在这里 中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 就是他避开中间的后位 但是都利用了 那中间呢 就有两个 这一种size 但是都很深下的了 旁边也都一样了 就不怕了 那下面呢 就会有一个夜灯在这里 那所以如果是晚上的话呢 那这样打开呢 就不会说太散眼了 那是比较舒服一点 柔和一点的 那这边呢 就会看到一个tile呢 是floor to ceiling 包括里面都是 用的物料都是 外面kitchen的 batsplash的物料 进来的那个shower的空间呢 除了它有一个handheld的shower head之外 还会有一个rain shower在这里 而去到这个位置呢 我喜欢呢 就有一个 可以坐下 一边洗澡一边坐 就可以洗澡 出得久一点 那也都当然啦 有一部分的人士 可能他们就 行动不变 或者老人家呢 就会更加喜欢 这里有得坐的空间 我们在一个主人房里走出来呢 就看一看它旁边另一个客房的 那这间客房呢 都是向东 那 size都非常大的 我们又拿个神器出来 来量度一下 究竟它是多少尺 成多少尺 9尺6 就乘以 10尺的 那其实 足够有余呢 就可以放一个queen size床在这里 那旁边可能还可以放一个 小的书桌在这里 旁边这个位置呢 也是有一个closet在这里 这个closet都非常之深的 超过2尺的了 这个closet 顺便倒下来 2尺 4尺 当然啦 我们全家屋的话 所有房子都会有 冷气的出风口在这里 那所以呢 即使夏天也不会怕热 冬天也不会怕冬 现在我们看看 最后的那间房子 这间房子呢 这里是可以放到一张queen size床 那再加上呢 这间房子呢 是有两边的窗的 所以更加光满了 那出来的这个厅呢 我又被这个这么阔的厅吸引了 那我又很好奇 究竟这个厅有多阔呢 答案是 19尺4尺 这么阔的空间 乘以多少呢 如果是这里 16尺10的 差不多17尺 19尺乘以17尺 闊度非常之多 加上呢 即使是有这么open的空间 你呢 你也都会有很多storage的空间 包括旁边就是有 Wardrop 那这个Wardrop 都很大的了 也可以放一个鞋柜 在这里 可以放很多鞋 很多衣服 而旁边呢 也都会有一个pantry空间 即是如果平时呢 可能在下面超市2000 买菜买多了 不知道放在哪里的话 就可以放在这里了 而这个空间呢 就是我们的客厅位置 一个升盘而已 但是当然 客厅呢 就会有buff top 在这里的 那你浸肉呢 就会在这里浸了 洗衣干衣的话 就会在这边的 那就会是bloomberg stackable的洗衣干衣 德国牌子 现在就和大家 拿去Amenities 看看它的设施了 那这个屋苑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gym 比美一个 专业级的健身室 旁边也都有一个yoga房 也是一个跳舞房 前面还有一个 小朋友的children's area 就可以给小朋友都放下电了 以同楼里也会有一个party room 平时也可以进来 坐下 聊天 看看电视 或者是开会 好了 今集和大家介绍我的新listing 在Ferala by Polygon 就介绍到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欢我今次的新挂牌楼盘呢 那我自己呢 就觉得我们这个listing 有几大的好处 第一大当然就是location 非常之方便 下面就是置地广场 后面就是这个超市2000那个mall 那去到这个Sky Strain Station 走路都在当中 大约5-8分钟左右 那这个区呢 都是非常之多的食肆 餐厅 或者grocery shopping 等等的了 那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单位呢 是非常之优质 因为在这个 这栋楼上面 其实大部分的楼 都是向东或者向西 很少向南的单位 那我们中国人呢 尤其是是喜欢向东南的corner unit 那所以单边向东的话 就可以看到山景了 向南就是一个非常之开洋的一个无敌景色 而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的户型特色 非常之阔的一个户型 有成19尺 4×2 16尺 那么大 那所以基本上呢 你喜欢放一个大的投影机 也可以 你喜欢放一张非常之大的沙发 也可以 所以有兴趣呢 就记得跟我私信 拿出资料 这个单位呢 还要包一个车位 和一个 storage locker 那如果你跟我联络的话 我就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星期 也都会有open house 给大家去看看 看片这一刻呢 已经上车盘了 那所以呢 尽快跟我联络了 因为看片的时候呢 都可能卖了的了 不过卖了的话都不要紧 因为我可以帮你介绍 同类型的楼盘 所以记得了 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like我们的video subscribe channel hit my bell 有什么问题 留言方向下留言 或者whatsapp wechat我都可以 加上我们的facebook page 所有资讯 你第一时间收到 和分享给你有需要看的家人 或者朋友看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by bwd6